我只是說過牛鮮,我只是好 現在說過牛鮮,我們先把蓋子轉給你 可以嗎? 嗯,可以了 現在轉了 雷蛇筆 現在轉了雷蛇筆 好了,大家好 其實昌皇已經很多次跟我說 不如再說一下昌眼牛吧 嗯 其實昌眼牛的玩法 其實我會覺得它是黑膠的上級者向 是 因為正常來說,一個風佬系統 即暢放其實都會有一個昌眼牛在裡面 一般情況下,當然你要看價位 有些比較便宜的 可能是Auto和某些日門的,或者Campage 或者比較日門的JR的風佬 這類型的風佬,其實它是沒有昌眼牛的 但它也有兩級的運算放大器 去將它MC做第一級的放大 20多dB的放大 然後再 後一級就40多dB的放大 它也會分開兩級的 所以它不是用牛的 不是用牛 是用IC 用IC IC的聲音可能會比較硬朗 有些人喜歡聽黑膠 可能會喜歡聽一些牛的聲音 比較多 所以,以我所知的聲音的風佬 一般都是有一個昌眼牛 很少很少會採用運算放大器 這類型的IC 可以做得到一個 很漂亮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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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所知是沒有 以我所知的 很漂亮的聲音 IC的聲音 很漂亮的聲音 真的沒有 我都不覺得有 總之,各位網友 如果你們知道 或者推介一下 有哪一種風佬 是在行IC放大 有漂亮的聲音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對 可能IC放大也有 可能有好東西 不過我們真的沒有留意 我記得 什麼 是Crystal 是嗎 Syntastic 就是IC放大 是的,是Syntastic 沒有牛的 去到80dB 80dB 80dB 是 很厲害的 都是天界的聲音 當然收到天界的聲音 底速一定是很低的 是的 Syntastic 可以放到80dB 但是底速又超低 那些 待會Syntastic 用家又可以講一下他的聲音 我都玩不少 那部風佬 是嗎 因為有時候上身去客人 幫他設置槍頭 可能都在用這部風佬 也不足夠 是的 又說回言歸正傳 聲韓牛這件事 那為什麼會有聲韓牛的出現呢 就是因為 有段估計的 以前可能的風佬 就是 本身%MM降大器 是的 一開始的歷史就是 先有MM的唱頭 先來MC 可能手頭上的MM唱放也有很多 那怎樣可以用MM唱放 又令到他可以玩到MC頭呢 那他就需要加一個聲韓牛 去將MC的低輸出 就Step Up 再給你MM的風佬去推 所以這個就有中間MCO的存在 那當然 現在 那些網友或者黑髮少友 想玩得更加專業 覺得 我機身裡面的MC級 不夠漂亮 我想外置玩 也可以玩這個聲韓牛 那我先說一下 為什麼需要聲韓牛 動圈式唱頭 被認為優於這個動詞式唱頭 那動圈式的唱頭輸出 一般比動詞式的唱頭 就低於20dB 10倍左右 那如果說到數據來說 MC的外出 那個Energy 大約是0.13到0.5mV 但是MM 就剛剛 都差不多大約10倍了 就是MM的外出 有5mV至1B的輸出 所以 如果你想用舊有的MM廠房 可能EAR 那些很有名的 EAR做MM廠房 有 有 EAR有MM廠房 或者有些人EAR 他不用MC的 用MM輸入 EAR的MC 那時候會比較好 是啊 兩種玩法 沒有說 永遠最漂亮的 還有更漂亮的 對嗎 也都是夾聲 還有這些牛 可以夾聲 沒錯 那等一下說一下 為什麼這些牛的夾聲 其實一切都拿著掃去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很圓的 OK 那 一般標準的MC放大器 所使用的聲壓部分 可能受制於成本的限制下 可能聲壓牛 就不太漂亮 OK 那 所以 如果想有一個效果提升的品質 可以將MC頭接入外置聲壓牛 然後再傳送給MM唱頭輸入端 那就可以很快地得到一個非常好的提升 現在一般的網友正在玩的東西 當然 剛才也有說 其實 一般的唱放 現在流行的唱放 其實都已經有MC輸入 例如我自己以我為你這樣算 我現在用的唱放 都已經有一個蠻好的MC牛 所以我沒有什麼考慮 會考慮再外置一隻MC牛 糟糕 你現在用什麼風露 啊 現在是 我是在用日本 日本的 FaceMation 不是 慢慢做 更加整理 那麥霜呢 都不是 加盟有麥霜呢 好像沒有 是CrisPey機 是CrisPey機 是 是 那麥霜呢 我都拆開研究過 那麥霜呢 其實都是做得很好的 是 是 真的升不起名字 我待會想你再講 是想你再講 OK 下一頁 我們又講講一些 一些 SUT 即是升壓牛的 裡面的 揭曉 Garatistic OK 那一般好的SUT 都會有三個 升壓的級別 可能有10倍 20倍 30倍 甚至乎是有些 升壓牛 你買回來它有一個 Switch 給你打掣 是嗎 有些可以打10倍 20倍 或者30倍 那麽我覺得 其實真的不用太煩 其實一般 10倍 就不是很足夠的 是 一般來講20倍 20倍 就會比較足夠 一般其實都是20倍 一般都是20倍 一般 如果沒得讓你充電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20倍 沒錯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有數得計 很低的 一般的MFono 就48Gb 那你再加20dB的增英 20dB 即是10倍 20dB增英 大概是等於68dB 是 但是你那種20dB的話 20dB的話 再加到48dB的話 大約是80dB 其實80dB 如果你的槍頭是 其實在說天龍頭 是0.3 是 是 0.1mV 0.15mV 那你 那槍頭是0.15mV嗎 是啊 很小的 0.3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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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mV 用20倍 放大 其實是剛剛夠聲的 是 其實是剛剛夠聲的 是 OK 是一個不錯的 一個範圍 嗯 那 那 那 有什麼情況下 會用到10倍 放大 啊 如果你用EMT 那些 比較大 輸出 啊 OK 即是0.5 或者0.6 對 我們現在用EMT 是1mV 1mV 1mV 所以 一般來說 0.3是比較普遍的 0.3 0.5 0.3 0.5 對 比較普遍的 所以 用20倍的放大 是最適合的 我發現 中價位的槍頭 大部分都是0.5 0.3 真的比較少 一是就可能落到0.1 幾 其實 為什麼它會 電壓速度高低呢 其實跟它的追求是有分別的 嗯 有原因的 是 那你那個 唱到速速如果只有0.1的話 原因就是因為它那個 線圈轎得少 嗯 那線圈轎得少呢 它自身的Mask就會輕 是 那在這個狀態下 它能夠Pick up到的震動就會高 是 相反呢 嗯 如果你的那個線圈多 連壓高 嗯 那自然呢 它的自身重量呢 就會很重 是 那它能夠Pick up到的最高頻率呢 就會有所 是 是 那所以呢 簡單來說就是說 你越低輸出的唱頭 它那個 詳細 是會越多 是 越仔細 是 所以坊間就會有一些 0.15 或者 3MV 那些呢 其實 有這樣說 其實那些 唱頭的唱頭廠 其實它們本身 大部分都會有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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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 日本廠 還有很多 什麼 IKE打 都會有 都會有 是的 因為 一般 如果你只有0.1MV 0.1MV 1.5MV 你一般的風腦推 你會覺得它不夠聲音 如果 你只有68MV 總共只有68MV 怕的話 的風腦 即是可以計算前至後至 普遍 即是普遍都是68MV 70MV 68MV是不夠的 不夠玩0.1MV 15MV 其實只有68MV 我都不建議玩 哦 你起碼要用到0.5MV 那你才好玩 是的 要不就是 在升壓牛方面 找個升壓得高一點的 這樣去 那這裡講一講 其實升壓牛很重要的 就是要跟它的 Loading Impedency 要盡量去 Match 它會好一點 其實你可以在網上搜尋到很多 很大量的文章 那這裏我就叫它略說一下 當然數據的東西 我可以很詳細講 但我怕大家就糞腸了 是啊 現在野心了 不講太多數據的東西 那 我們講講大概的原理 上面是Fury 自己可以慢慢去 但Typically 就是 一般的唱頭 那個Impedency 大約是10到50噸 視乎它的線圈的長度 那麼 它那個SUT 我們SUT 即是升壓牛 如果做一個Impedency matching的話 那個Input大概是470噸 這個就是 解釋了為什麼 不是說那個唱頭是50噸 我那個風腦就打50噸 Impedency 這樣嗎 不是這樣 叫Match嗎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在電子理論來說 如果做一個Impedency matching 我們做一個叫最大的電壓增益的Match 其實不應該是跟它相等的 OK 如果左右都是相等的話 是最大的Power transfer 就不是Maximum Voltage transfer 但是我們去做一個升壓牛的狀態的話 我們只需要它SWING的電壓高 就可以了 後面 後面那一級 會補回電流給它 OK 我們只需要Voltage 電壓夠高 就可以了 你繼續說 你怎麼說我都不明白 我沒有這些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以數學來計 以它這個公式 OK 那麼 47K over 10的Square 是等於470噸的 所以呢 如果 如果大約是47噸的 Impedency 那麼它那個Input Impedency 在風路那邊 或者在SUT那邊 應該是用470噸會Match 那麼我們大約呢 叫做10倍 是的 是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例如大陸 譬如你的場口 50噸 50噸 大概500噸 是的 或者47 47 即是475噸 即是開始 或者慢慢慢慢上去試聲 沒錯 沒錯 那麼 反過來 如果你打低音數的話 可能太低音數的話 Infinance太低的話 反過來你聽到聲音變暗了 是啊 但為什麼聲音變暗了呢 因為它的電壓突然跌低了 噢 這個就是你聽感 可以認證到數學這個公式 是 這個 是 是 因為 其實是很應酷的 例如你有些封路 你的面板已經可以給你教 是的 你自己試都可以 是的 你越拍得高 聲音會越來越偏向中高 對 會偏向高音 對 會偏向高音 對 對 沒錯 這個就是 記得 這個 我們說的是前面的電阻 還有後面的電阻 待會我們會說 是 後面的電阻都很重要 這個就是玩SUT 即是聲韓牛 最重要的部分 前面的電阻 很重要 後面的電阻都很重要 是 當然了 你說給錢買回來的聲韓牛 其實可能有按鈕 可能已經 沒有按鈕 但是 他會推薦你 會用哪一種 impedances的唱口 就已經可以了 是的 即是 他雖然可能 他最簡單 什麼都沒有按鈕 但是他會推薦你 譬如我推薦你 我的支援的唱口 大約是50噸 50至100噸 那你買回50至100噸的唱口 就已經可以配合到這個聲韓牛 是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聽眾 這個東西 我們再看看 大家先明明 或者先睡着了嗎 哈哈哈哈 哦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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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lasse are sandton 哦 是行 IC 放大嗎? 不是,Sandant是我裏面都是行星銀牛 我覺得不需要再外置牛 Sandant那隻牛就行了 那就視乎你自己需要 一啰一啰,我現在都在後悔去坐騷 去坐騷,我們剪輯的樣子回來用嗎? 不用了,我們繼續說吧 因為我打算一會就剪輯了我們這一包 我又再丟上去,叫做一個精華 不用每次都看完整個小時 那你繼續說吧 看看是暫時的朋友還未有什麼問題 可能已經蒙了 不是,我相信已經睡了 因為剛才你說的數據,你不要說過我們的網友 我都有點不明白 有點懵了,是不是想不到星銀牛 星銀牛的插著就可以了嗎? 不是,你說那些壓電流的東西 我是完全不知道你說什麼的 我經常都說星銀牛不是初街玩的 要玩得好星銀牛真的有些需求 不過都是那句話,要玩好星銀牛 其實都是看兩支電阻 沒有什麼是很複雜的 在我腦上來說都是兩支電阻 你弄清楚關係的話 其實都不是很困難的 OK 那繼續說吧 好,我們看看下一支電阻 我們又說一些例子 說為什麼10倍的左降匹配 就可以獲得最佳的電壓增益 其實很多廠方在唱頭那裡 已經說了這件事情 可能大家不是很留心的意思 我們例如 它就像Hannah這個唱頭 那它的音頻率 其實是30噸 就是這個唱頭裡面的視尊 感礦大約是30噸 它推薦的音頻率 是400噸 就是大概是10倍 OK 我們看看Dano 103 Dano 103的音頻率 就是那邊的視尊 就是40噸左右 OK 那它的Suggest Low 它也說是100噸 那當然 正常來說應該是400噸 不過它是Suggest 100噸 OK 那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唱頭 這個唱頭 它的DC Resistance 是高一點的 150噸 它是Suggest 1K噸 所以其實這類唱頭 會比較少一點 你看到它的輸出 有2.5MV 對呀 比較高的 其實我計算它應該是 MV MV 都是屬於 高輸出的MC 高輸出的MC 沒錯 所以它的音頻率是1K的 是 所以你看到大約是10倍 其實是有原因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是說唱頭100 那你唱頭100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在很多數據上 譬如書 或者很多網上的資料 當然大家也可以找到 就算我剛剛說學玩 在黑膠的時候 其實師傅都會這樣跟我說 啊 我跟我說過這件事 蛤 之前沒有跟我說過 總之你看過Suggest 1K噸 它寫幾多音輸出 它就將它成10倍 然後在FORM拍攝成10倍 聽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 如果你想高音多一點 那你就拍攝高一點 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暗的話 就出於此類 但是那個起步應該是10倍 挺好的 你的前輩都說了些話給你聽 我真的全部都拍阿文 拍阿班 我不是 那那個前輩 都是一些代理 我都是幫他 那時候他會跟我們 所以大家在在座的網友回去 可以自己試一下 或者檢查一下 不一定你是玩星牙牛的 你Stand alone一步唱光的 你都可以設定前面的Loading 一定有 對 自己試一下 用這個法則去設定的話 整件事會更好一點 是 好了 那我們又說說下一張Slide 好 對了 這張Slide 我剛才看到你這張Slide 我已經睡覺了 OK 那 說一下 其實現在 其實唱頭可以連接到一個平衡式輸出 或者一個不平衡式輸出 但是一般現在 其實都已經是用平衡式輸出 就是這個上面那一套 是 平衡式輸出 是 那有什麼好處 和有什麼不好處 那大家又 我讓我講講 嗯 那 先講平衡式輸出 嗯 那MC頭 那MC頭其實是一個線圈 那你解成一個線圈 那前面這個鐵芯 上下這樣移動 就像上下這樣移動 就會產生一個電動細 嗯 那其實這個電動細 其實就是 沒有說哪一方面是關的 嗯 就是不會有一個絕 不會有一條線 故意是 是永遠是一個叉貿電 是沒有主出 是沒有這件事情 是 還是 當它Slide向左 可能就是左是正 是 當它Slide向右 就 副極那邊的東西變成正 是 它不斷這樣 周而復始地反風 它產生一個 一個膠電式的電壓 所以是屬於平衡式的電壓輸出 OK 那這幅圖就會告訴你 嗯 那 那 MC頭 Tone Arm Tone Arm 你見到一個圓筒 兩條很幼的Tone Arm線 OK Tone Arm線 來到這個有正上 Hot 和Cold 互相 你會不會放大一點 我現在看過Pone 我都覺得很辛苦 對 放大一點 對 OK 這樣好多 好多 好多 那 去到這個 但你一放大就沒有了 這支Pone 可能有 我差點 沒有之前的 你記得 不要緊 不要緊 總之說到這個位置 那 這裡 我們叫做Fono Cable 通對連接了一個插頭 Fono Cable 嗯 那Fono Cable 記得 它的Ground 就是接外面的網 嗯 所有的Signal 兩條Signal 都是在網內受保護的 是 OK 受保護 那 Hot 和Cold 兩條線是受保護 才去到一個 我們叫做 Step Up Transformer 嗯 OK 這個平衡式的Step Up Transformer 那你見到 它呢 接下 正上線圈 OK 嗯 負箱也是接上線圈 中間抽頭 才下底 嗯 你見到 去到這一刻 到這一刻 整個Transmission 是沒有 底的定義 嗯 所以它是用平衡式傳輸的 OK 嗯 是沒有底的定義 你記住了 你看那個科學 正上線圈 嗯 負上線圈 這樣我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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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整個 正上線圈 OK 負上的 就下下面這個線圈 是 是補 Ground Ground 是 OK 所以 去到 去到 火牛輸出 後面那端 嗯 我們 才把Ground 定義 嗯 這個叫做 平衡式的 MC Transformers 這個 是一個 很出名的 德國廠的 MC牛 嗯 你看到 它那個Input 都是Hot Cold 和中間中心抽頭 去Ground 嗯 所以這個是一個 平衡式 的 送頭輸入 所以 風佬呢 即是唱頭 是絕大部分 都是用這個平衡式接軸 那當然 舊式的 舊式的 都會有這個 Unbalanced 式的 但是問題就大了 你看到 一組線圈 就接駁 通合線的中心 中心這個Core 嗯 另一組線圈 就接駁在Scream的網上 嗯 但問題呢 這個網呢 其實不應該是 放在外面的 因為它會被外面的Noise干擾 是 它應該是 因為本來這個網上是 符位是保護中間的 那條線的色路 是 但是奈何呢 它這條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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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呢 其實都是會傳說符色路的 嗯 所以這件事是不太好 會容易有Noise的Pick-up 嗯 那你見到 這個去到放大的火牛 那它一組來講 它已經把這條符線 Aside為一個 符的 的底位 但是這個做法呢 是會容易去有Noise的Pick-up 嗯 所以現在很多的MC放大器 或者SUT頭 都會是用這種的放大 是 一來是會靜 更加靜 更加Noise 的做法 當然你說Edison 這個有沒有 有某些 舊款的 MC放大器 都會可能是這樣摺的 是 但是現在很多新型的MC放大器 已經是用這種平衡式的摺法了 記住了 頭也是一樣的 是 都是這個MC頭 問題就是導線的連接 還有後面的Step-up Transformer 的分別 這裏有多點 這裏 這裏就叫做中心抽透 這點 一般unbalance 就沒有中心抽透 這一點的線圈 哦 OK 大家看得明不明 先看看 我們看看 沒有困難 Manchang 說數據 留給砌機的人搞 他的職責就是 坐下午晚享受音樂 我的職責就更加簡單 我的職責只是 只負責 喜歡買東西而已 啊 沒錯 買東西好啊 對 買東西最重要是開心 是新的 這張是新的 這張東西 這張東西 很容易理解 你直接問我 為什麼唱頭是平衡式輸出 對 其實這張圖 就解釋了 為什麼唱頭的四支針 是怎樣為之平衡式輸出 是 記住 那四支針 就真的不要把其中兩點 當作負用 其實不是負 而負上 叫Ko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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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有什麼東西問 各位同學 啊 啊啊啊啊 為什麼要去做 這些 稍後再說 嘉賓上次介紹的YS Audio 性格比很高 可不可以再介紹一下 前級又平衡 輸出輸 不過我們找一集 找一集 找一集 找Nelson上來吧 其實我找過他 在我剛剛有Idea 做Live 那時候 Nelson 是一個比較怕 看著鏡頭 看著鏡頭 說話的人 我們把鏡頭遮住 我們把鏡頭遮住 我們可以試試在鏡頭後面 總之沒有看到鏡頭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的 對 我們可以叫Nelson 因為Nelson也是一些老朋友 所以不如我們把鏡頭遮住 好 那我們到下一張鏡頭 對 快快說下一張鏡頭 這張是我們的最後一張鏡頭 這個題目在說的是 左礦匹配 即是星眼球的左礦匹配 怎樣匹配和不匹配的時候 又是怎樣 還有我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都說 Step-Up Transformer 除了說前面那一句的Infinancy Match 後面呢 原來還有一支電座的 去Match 當然 我也說了 剛才也說過 MC牛是以後蘭晶的 蘭晶就是這個部分 OK 那我們解架就完了 這個很簡單的簡潔圖 這個就是那個MC頭 連了我們的SUT OK 那SUT呢 其實裡面呢 仍然會有一支Camping的電座 去Camping它的輸出 讓它不要鬆得那麼高 是 然後再封到Cable 去到這個MN放大器 那麼MN放大器 那個Epinence 內了就47K Camp了在這裡 OK 那麼我們一般都按著47K 對加去做計算的 嗯 就是一般MM的風路 的Epinence去做計算 那麼就說一下 如果當一個 啊 啊 啊 SUT沒有接後面這支 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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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這個 震靈的作用 問題在這裡 嗯 就是如果你 給一個 方波的 電磅 它的輸出呢 它就會在 Rising Up的時候 會Overshoot 然後呢 回來再Overshoot 然後才慢慢 Pick Up回 那個線路 慢慢Pick Up回那個線路 我們這一下呢 叫做 Ring 0 震靈 嗯嗯 那麼這個Ring 0 震靈呢 其實呢 對聲音的原因是不好的 因為它會多了很多高頻 noise 其實這些是很高頻的東西 這些角嗎 其實是很高頻的東西 那麼我們呢 要想辦法呢 會令到呢 盡量似回一個直角 那麼我們發現呢 其實呢 經過計算呢 去Panel 一支電阻 令到那個 啊 我們叫頻寬 沒有那麼高 將頻寬限制了 那麼那個震靈效應呢 就會相對來說 就會減少了 那麼這個呢 是真正在那個 視波器 記得這個不是你的心電圖 不是 槍王的心電圖 OK 喔啊 啊 啊 這個不是槍王的心電圖 OK 那麼這個是一個 10kHz square wave 來的 那麼 產生了一個震靈 就沒有加這個 Pair Resistor 的時候的狀態 嗯 嗯 好了 那麼我們又說一下 那麼這個Pair Resistor 怎麼計算呢 那麼當然 嗯 如果說一下 你的數據呢 你不要玩網友 是啊 因為我 啊啊啊 都不是說太複雜的 不是說說一下怎麼計算 但是呢 其實當然啦 有很多網友 都對這方面 是很有興趣的 嗯 當然啦 為什麼那個電圖值是這樣呢 是有公式計算的 是 也不是很複雜的公式來的 就是一般讀過Science 啊 Science Calculator 是可以很簡單的計算出來的 嗯 那麼這些複雜的東西 我就不說了 我自己知道 是 所以剛才也說了 玩State of Transformer 有兩支電圖很重要 是 第一支電圖就是 就是前面音符那支 嗯 第二支就是Paleo 在那個SUT輸出那支 是 如果不是就會有震靈 震靈 是 那不是啊 我自己 可能阿昌王 你買了一個Octofone 那些 為什麼它沒有東西設定的呢 其實它已經放了進去 所以呢 你只是 按照這個SUT的Spec 就是 它的Command 它會推薦多少音 是 譬如它會推薦 就像這樣說 反過來 我們看回 同一個SUT輸出數碼 同一個SUT輸出數碼 記住是同一個 是 如果 它那個 呃 呃 呃 MC 那個唱頭 是 100音 的Embedance 的時候 它的推薦 的 電阻 是 300 三百 三百七十七K 嗯 OK 它是三百七十K 差不多 三百七十K 嗯 OK 但如果那個 那個 唱頭是 二十音的 嗯 你看看 一樣 GEN是二十音的 這個 風路 沒有變 嗯 它那個 會跌到 五萬四 一百四 十四K 五萬四 會跌到 十四K 那就是說 這支 parallel的電阻 這支 parallel的電阻 就是看右邊 這支 parallel的電阻 是會 隨著 這個 MC頭 的內座 是需要被改變的 是 簡單來說就是說 要不你那個 升壓牛 是有得 換電了 或者打掣 打掣咯 如果不是的話 你什麼掣都沒有的話 你只能夠說 這個型號的升壓牛 就是 大約這個range的 頭 就不可以說你一個 升壓牛 可以配合到 所有的頭 是 為什麼要這樣 解釋得這麼清楚 給大家聽 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表 當然 我們先回來 我們先回來 其實呢 當然 這麼多數據 剛才我們 只是兩天早 對 其實我們轉了畫面 當時 大家看不到 我們現在 真正的樣子 其實我們不斷地出欄 還有不斷地出欄 不斷地出欄 因為我對著這些 我真的會這樣做 不是啊 你那個老前輩 都已經說了半 給你聽 其實我 當然你說裡面 是怎樣結構 其實 跟Manchang 說真的 Manchang 不可以做什麼 他覺得是對的 他只是HIFI友 所以 當然 有很多HIFI友 他很喜歡去研究這件事 裡面究竟是怎樣 行 數據應該要怎樣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 先讓他 按摩